在我擺在這裏,一切不動的 所以我叫你走路,鑽著,頭上下,看前面,點頭擺好,不要亂看 前五時的線量,線程擺出來,不要加筆量,不齊風變成了,就線程的嘛,就定了 然後上次路來,兩台雨盤,不要吵,我打斷了,路正出望念,糟了 統統的筆量來的,不是線量,筆量都是風變成 所有你出望好的很強,我現在講話是筆量,動念,起身動念 所以慘重告訴你,動念,奇怪,就是筆量來的,符術法也是筆量來的 不用筆量,怎麼能夠說那麼多精進度眾生啊? 人家說完了,就是提得起,用筆量放下,就是線量,就那麼簡單 我說錯了,下三四八成地獄,就告訴你,那麼大膽告訴你 我說對啦,也不要你們公圍,只要你們成福,不要我成福 我永遠來跟你們做復法服侍你 卸量,筆量,非量,非量,啊,卸量症,筆量,非量,啊,卸量,筆量,啊,卸量,筆量,筆量,非量,什麼非量,亂想 錯誤的見改,幻想正改,這都所謂筆量 亂想沒有道理的 所以人生筆量很多 就修文學術,你看那些那些大學在門都有劇作的 這些修文書本都是筆量出來,修行的限量症,前五十個身體,都是限量的 三好大地,你看禪中之外 萬象星露,圓明自在,這是限量症,是該有什麼不可愛啊? 所以人家問釋迦牟尼佛,別的成福了,都有淨土 你在這個蘇布斯蓋怎麼那麼醜陋呢?它在哪裡?你看看! 八十一案,大家看到蘇布斯蓋,哎呦,那麼美啊!沒有症,沒有夠! 啊!謝量,筆量,筆量,筆量,三症,聖症! 三好大地,整個法債,都是一個如來上的聖症 戴子症,我們有這個生死的疑伐,有這個思想吸氣,每個字 阿賴啊,是宗旨生洩性,這一生的洩性必在未來宗旨,都是戴子而來 所以我當年年輕的時候,各種人問到尾聲,就夢是不是戴子症?我說是! 有一個維持書就站起來,你講錯了,夢不是戴子症,我說你不要亂搞了,我清楚了 戴子有精戴子與假戴子,精戴子症就是第七世的我之代,第八阿賴啊時的宗旨起來的 這是講,講書那麼講,我們講究功夫要把書文外衣把它剥掉,是寫寫寫寫寫寫寫的,就來 我們打起多了,有時候,有些你不想的症改都出來了,怎麼來的?你以為神童嗎?你以為走火如沐嗎?不要怕啦! 是你前生前世的吸氣的影子,重生在症當中,在症的當中,都用佛學而已,阿賴啊時宗旨沒有什麼了不起,這樣你就好辦了。 但是你說對不對?對,知就了就錯,不知就對,戴子症,性症,戴子症,還有個什麼症沒有交代啊?都用症講過了。 所以三症三量同三性,三、我、無敵。 就是說,我們不管你打坐起來的內在的思想進化的行為,外面做人做事的行為,這個行為不是很少,是血、量、比、量、疊都弄來的。你記住,都要用過的。 善有善報,我要我報,不是不報,日子未到。 你說我什麼?沒有做壞事也沒有做好事,一天就會什麼事啊?你們很多都在愣死愣住了。 傻傻,睡個覺啊,什麼都不管,以為是窄頭。 啊,那個會別白癡啊,未來古報,那是無疾性,不是不善通過我。 無疾性很重要,很多人的無疾古道。我想像這次,譬如我走路,走到蓋上廟室,出來人家,一盆水倒到我頭上。 他媽的,沒有什麼他媽的,我們要感謝阿明陀佛菩薩,幫我全身照顧你的,你現在給我洗乾淨。 這是無疾性,這是無疾病。你看像這樣,飛機叔叔,有時候一家人在家裡好好的,飛機在上面轟,就一家完了。 你說他給飛機,航空空是什麼囚痕啊? 全身裂骨報應,無疾之報。 太陽蓋了。 很可厚! 所以山震,山靚,山靚,通山盛。 山在冷視,所以鬱寨,射在,在人筷裡頭。 人別扭了,人別扭了,你別鬼了。 山在冷視,一口之日啊。 选状法是这些地方高明了 相应性受五十一个 那就是心理状态方式 善我领事别配子 所以三政三量 三政等等都交代啊 交代的目的 一是教你收持作义 我不是跟你讲福说 我就不愿意讲福 老实讲 我要讲这个自该讲话 是跟他那一梦学问 我都说过 当然没有说好 我都看不上 只有一梦学问 我不敢吹牛了 如何打造情福 如何自己亲自尊造情福 这个我不敢吹了 那呀真实的 至于哪一种学问 都用来从日本的科学解说中 这用一张算什么呢 都是比量正该来的 都是王相所生 这是谁做的呢 一个皇帝做的 都是原来的 这就是 叫做宣布 谁做宣布 的 感谢观看